猴子拉下了二级尺,你看,你长到这里,长了大概有五十公分 是吧?一十五公分呢,在今年的基础上,它是不是又长了四十公分? 至少四十公分,对吧?它又长了四十公分 那四十公分,你不可能不让它长啊? 对 是吧?它是活的,你不让它长不可能 那一长,如果说这边再来一个,你看这两个,它是不是有矛盾了? 已经矛盾了 所以我担心,这可能再过三到五年,非得可以给它挖一 所以这个秘质是有利 这种情况,你就是,一插柜的时候,你记得从这个点上 从这个点上,你就得让它以果材复梢的形状往外走 然后更新果材复梢 等于说,这个树上,除了领导干之外 要么就是短果枝,要么就是果材复梢,就没这条子 是不是? 也就是说,这个犯错就是,你是当时定制的时候是秘质 但你管理的时候不是秘质 是秘质 对,管理的时候确实是秘质 定制的时候是秘质,就犯了一个错误 对 对对对,就给咱们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苗木公司也是这样啊,也是这样问题 跟人家说,你高秘质 一亩地摘110克,一亩地摘150克 他说,你摘50克,你要给人家对应的摘50克的管理方法和路性 他没有,他上去就给它带着分支 就是,上去就带着分支 就是,一直就已经把分支给带上了 对,上去他就是苗子就带分支 人家苗子分支还贵 就是8个分支,12个分支多少钱 还是这样 那这个锚顿 字叫锚顿 嗯